张家口赛区是北京冬奥会雪上项目的主要举办地 目前呢这里的各个场馆赛道以及配套服务 也已经基本准备就绪近代比赛开始 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先先赌为快 在张家口赛区的各条赛道中 塑形难度最大的当属云顶花雪公园的 泼面障碍技巧赛道 目前这条赛道已经完工 总台记者乘坐雪地摩托车来到赛道起点处 见到了精美的雪长城造型 由于云顶花雪公园赛道的海拔高度均在1800米以上 时常会刮起强劲的西北风 从保护运动员安全的角度考虑 运行团队特意在技巧类项目 U型场地技巧和自由式花雪空中技巧的赛道旁 树立了我国自主研发的防风墙 可将每秒10米的风速降到每秒3.5米 自由式花雪空中技巧是我国雪上优势项目 本届冬奥会上将产生三枚金牌 其中混合团体项目是首次进入奥运赛场 目前整个赛场也已经准备就绪 位于张家口市古阳树场馆群西北部的 国家跳台滑雪中心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雪如意 是现在世界上体量最大的跳台滑雪场馆 与雪如意相邻的是国家冬季两项中心 冬季两项由越野滑雪和射击两种运动结合而成 比赛中运动员身背专用小口径步枪 每滑行一段距离进行一次射击 用时最少者获胜 国家越野滑雪中心拥有平整而开阔的9.7公里的赛道 2月5号这里将产生北京冬奥会的首金 越野滑雪女子双追逐项目的金牌 场馆服务方面 云顶滑雪公园内设有三个国际和两个国内奥林匹克大家庭休息室 除了按照这个奥资委要求的这个标准 我们也会有提供这个传统佳节的一些供应餐饮 会有饺子吃吗 一定会有饺子吃的 我们也会有饺子吃的